DFC的一個心態是要讓接觸到他的大人跟孩子都可以覺得 我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一個要培養我做得到心態的這樣子的概念 所以我們是小學生 相信我們可以用小小的力量改變世界 讓世界變得更美好 這就是DFC我們很希望可以傳達給教育現場 一二三 DFC 我們很努力的去爭取把DFC放在課本裡面的機會 那這對我們來說就是一個非常大的轉變 因為我們等於是從努力的從教室外 再慢慢的走到教室裡面的影響 從學校在我家裡的待會兒 每個人都有一個那個妹子 去看她們多多長熟 所以要想變到心的刻骨 一切一切 就像她那邊一樣的一切 就是她可以放進去做的東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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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的時候大家都準備好要停課 就是線上教課 但是也沒有發生 那這件事情就一直到了今年五月之後 一切就風雲變色了 那我們就會看到一開始的那兩個禮拜是 很多老師是手忙腳亂的 我覺得衝擊非常非常大 就是首先就是比如說像我們本來有些沙龍啊論壇啊 就是一些蠻大型的實體的曝光的活動 我們就必須要取消然後要延期 接下來就是我們很多包含就是要進到學校的 共備的這個部分 我們在上學期就會實體的入校跟老師們 做一些演講或工作法 但在這樣子的過程 在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就必須要把這樣子的共備 變成線上的互動 這一切都是 就整個協會我們就被翻轉過 被疫情翻轉的 也包括了工作模式 大大小小的線上會議成為常態 這一天 新委和DFC營運長有個工作會議 嗨 嗨 辛苦了啊 我跟你講我昨天那個演講真的是 真的是把我搞到有點崩潰 就是我真的有點挫折啦 就不知道怎麼樣把80個老師 分在40個不同的會議室裡面 然後要在很短的時間之內去尋 我覺得協會的演講跟工作坊全部線上化 真的是對我們來說非常大的一個 激勵跟挑戰 就是一直努力 那我想問一下喔 你這現在目前六所中子學校的狀態都還好嗎 我覺得狀態都還算OK 那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我們也課程的調整就是 我們先來用一個線上讀書會的方式 我們另外一間就是高雄大灣 那基本上其實大灣的課程 你主任之前也有跟我們聊過說 他也覺得在五月如果課程就因為疫情停了 其實非常的可惜 那到我們全體轉線上 然後我就覺得就是很感動 因為他有跟我們非常多其他共備的老師 其實也在學 就是誒 無論學習怎麼在DLC 也學習怎麼用線上在DLC 然後就我覺得之後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其實我覺得就非常歡迎可以進去大灣的課 然後我覺得 那對孩子對老師來說 都是一個就是小驚喜 然後我覺得也滿 對啊 就是 真的欸 反正疫情就可以瞬間跑到高雄 等一下你幫我跟老師講一下好不好 然後我加入 看看有沒有辦法加入他們的課 然後我再看看 也許 可以從中再獲得更多的靈感 我覺得這是很辛苦的 太苦了 好唷 欸謝啦謝啦辛苦了 要保重喔 掰掰 掰掰 然後可以幫忙 還有一個小鎮 去幫忙 一直跟小鎮 班傑 操坐 你跟人家 你一時你跟人家 你 我跟人家 大家好 你們有看到欣偉嗎 要跟欣偉問好喔 嗨 又主 嗨 早安 時空安 早安 哇賽 時空安你是昨天晚上 偷看足球是不是啊 眼睛打不開 好 來到留言區 簽到 表示你來上課了 各位同學有沒有問題 沒有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OK 那我們今天繼續我們的DFC生活創意家分享的最終回掌聲 嗨 詩涵 嗨 詩涵 嗨 來 詩涵你的故事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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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把目光移到分享畫面上 四個步驟是感受 想像 實踐跟分享 因為我們常常用完的塑膠袋都會把它就是折起來 然後放在 統一放一個大袋子裡面 可是當你要用的時候 你可能 你要找的袋子是比較大或比較小的時候 你就要一個一個打開來看是大袋子還是小袋子 然後我就想說就是把那個 或是紙盒來放進去之後 就是可以分大的袋子 東的袋子跟小的袋子 這樣抽取的時候很方便 我覺得最難的步驟應該是實踐吧 就是因為 主任一開始講這個任務的時候 我真的完全沒有頭緒 然後也不知道要從哪裡開始 我一開始就展示出這一個 然後主任就覺得說我可以再把大的 中的跟小的都做出來 然後一起放著比較這樣子 大家比較容易了解 好厲害 好厲害 我覺得這蠻厲害的 厲害 超強 我覺得這蠻厲害的 厲害 抽取式欸 抽取式 這個是自己想的嗎 就是我就一直在想說 要用什麼方法就是可以 然後我就看到我家人在抽衛生紙 然後我就想說這樣很方便 然後就把它 讓我家當入獄 哇 哇我覺得不錯不錯 這個這個厲害 他們第一個是要把他們的想法 變成線上的點子 這個就已經要花非常大的力量 那團隊 老師可能又不在同學辦公室 或是有人在家 那這樣子的討論 也會比平常 其實面對面的討論更難 然後最後就是 你們會看到主任他在線上 螢幕前面 他是非常非常熱情的去 像網紅一般的去點每一個人 然後怎麼樣互動 然後才自然的去跟每一個孩子 這樣子討論 其實這要花非常大的信念 欸我跟你說在你播之前 我跟你分享一個 有一天我上課上一上啊 我突然聽到那個孩子的弟弟在上課 因為那個孩子的弟弟也在線上上課 然後那個弟弟的老師在教國語課 哇那老師聲音之響亮啊 然後我們整個教室裡面 都在聽國小的國語課 心偉進到課程裡面呢 這又是更大的突破是 你看我以前在實體上DFC的時候 我不可能每一節課心偉都在旁邊 心偉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很新奇的人 那心偉講出來的話 其實就會給孩子刺激 然後得到一些新的想法 好我們就把時間交給心偉姐姐 OK 那大家等一下掌聲鼓勵齁 所以讓我們來給一大招呼 給女生的女生 在印度上 嗚呼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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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maste 從印度上 我認為在世界上 很多孩子都說 如果你喜歡別人 別害怕 別離開 別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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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 給我們的孩子們 然後告訴他們 再生氣 在學校的話 能有 我們是分小組的 能有許多同學一起幫忙 會比較欣賞一點 因為 在家裡不管什麼 拍攝影片啊 那個 上字幕啊那些的 都要自己來 會比較累啊 如果有許多同學能幫忙的話 會輕鬆很多 我之前的問題是 就是如果沒有畫這個 我就還要再拿一張 配合 然後去 那邊側 在那邊塗半天 然後可能還找不到 我要的顏色 那我現在有了這個之後 我就直接去看 然後去用後面的字去辨識 不知道什麼 然後我就可以直接拿起來 就省了很多的時間 所以 DFC 主要能讓我們學校就是 可能 像 別的科目教的 就只是教你那個知識 然後你要 要把它背起來這樣 可是 DFC 教的就是 可以讓你以後 不管是出社會 還是現在 只要有問題 就可以 就是 找方法去解決 這樣可以補用 Kieran的鼓勵 他是說 嗯 這個時間點 是全世界 都 等於是說 大家都面臨著奇妙的時間點 那 孩子們都在看 你在這 也許二十年後 到底回頭看這個時間點 你有沒有辦法 很自豪地說 在這段時間 我沒有放棄 過去 台灣DFC 每年都會舉辦 挑戰分享大會 邀請全國師生 起居一堂 或是巡迴各地分享 今年 因為疫情的關係 挑戰分享大會 改為線上 卻也有了 另一半收穫 今年的分享季 就是要約了 十八組的故事 所以我們就平均分散 在三天 我們也要約了非常多的恢復 有一些有教育的背景 有一些有設計的背景 有一些是 長期支持DFC 我們很感謝的夥伴們 在那個推示裡面 就可以更有秘書 可以跟孩子們直接互動 那我覺得這個是 平常我們在辦理大型活動的時候 比較難去看到的這個部分 今天參與的這群孩子 他們在接下來的十年 二十年 南保 南保 不會面臨到比疫情更嚴峻的挑戰 但他們如果記得 有一個工具 叫做DFC學習法 這個學習的這個心態 會跟著他們一輩子 當他們遇到更大的困難 更大的挑戰的時候 他們還是很樂意 並且期待地去解決這些問題 我覺得這是最棒的 和我搬來看 這就是 那就是 你對 我會看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